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眉目如画的男明星高远 如今在说高远这个名字 可能有部分朋友会感到陌生 可是在上世纪60年代乃至到80年代 他在众多映迷的心中 都是香港影坛的头号古装美男子啊 如今在看高远昔日影像 仍会觉得他的确帅 他的儒雅与俊美真是世间少有 所谓花美男也不过是高远的旧时模样吧 有记得小时候看过香港的两部恐怖片 一部画皮一部红蝙蝠公寓 两部影片的男主角竟然都是高远 两部电影都曾把我吓得狗呛 但高远的帅也令我至今难忘 高远是苏州人 1935年出生于一个演艺世家 他的母亲是中国电影默片时代的明星 而父亲以及家里的叔叔和姑姑 又都是惊喜爱好者 所以高远从小就生活在一个 充满艺术氛围的环境里 但小时候他却并没有想过当演员 从小就好动的他 倒是很希望在体育方面有所发展 高远的电影梦开始于1953年 这一年高远从上海来到了香港 探望摄影师叔叔蒋世 和导演婶婶仁一知 当然 此时的高远不可能想到 这位一脸慈想的叔叔 未来会跟自己乱了北份 这个我们后面再说 看着职资如此一表人才 作为导演的婶婶 当然进水楼台先得月 安排他去试戏 结果在片场 高远一看到对戏女演员 就面红耳赤 差点就在演员这条路上 打退堂鼓 但毕竟是老天赏饭吃 羞涩的高远很快就成长 为了一位老司机 他的第一部戏 是在1955年拍摄的 《河地光临》 《河地》的意思就是 夫妻与孩子一家 没有老人 而他在其中扮演的是 一个富有虚荣心 急功近利的银行小会计 岳父要过来看女儿 自己没有钱 咬着牙冲场面 结果闹出了不少的笑话 虽然是第一次拍戏 但是高远依旧把那种 做会计的精明 完美地展现了出来 凭借这部戏 高远扩散了知名度 所以很快就接到了第二部电影 出演的第二部电影 也是饰演的一位小人 并且精明算计 唯利是图 结果被傅佳女玩弄的人 后来更是出演了 精美人等等一些剧本 每一部剧都将人物刻画的 入目三分 活灵活现 而高远的名气 也随着这些剧的播出 积攒了不少的粉丝和名气 甚至还在1963年的时候 出演了一部 精英 这部电影 饰演的是蒙古草原的高手 布尔顾德 这部剧在拍摄的时候 非常的惊险 因为剧中有着奇马的场景 那个年代还没有现在的 威亚和技术 现在的演员总说高威行业 其实在那个年代 才是真正的高危 每一场戏都没有保护措施 戏中在陡峭的山剑 骑马 还要用很熟练的动作 套住脱缰的马 每一场戏都需要真实的拍摄和出演 因为没有合成技术 也没有PS技术 一个不慎 要马不死也惨 付出就会有收获 这部戏上映就打破香港的百万票房记录 在戏内 它凭借精英 成为香港第一位百万票房小生 而戏外 她更是游刃有余地穿梭于花丛间 第一个对象 是当时长城的另一位当家花旦乐蒂 说来乐蒂也不走运 1952年就加入长城的她 本来资历仅次于夏梦和石慧 按理说能称得上是三公主 结果陈思思以来就直接抢过了她的风头 据说金庸在创作黄荣这一角色时 正是以形象 娇俏活泼古灵精怪的陈思思为原型 得不到重用的乐蒂 心灰意冷之际准备跳槽到另一大巨头 邵氏 但在当时的香港电影圈 跳槽显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因为这里涉及到的派系区别 而当时乐蒂和高远正处于暧昧关系之中 乐蒂所在的长城 以及高远所在的凤凰影业 都属于左派 而邵氏属于右派 乐蒂最终选择转头邵氏 也跟高远斩断了情根 这下正好高远和思思就顺理成章地走到了一起 一种说法是思思趁着高远空窗期趁虚而入 也有说是思思早在高远和乐蒂交往时 就已经介入做了小三 但因为年代久远难以考证 真相如何或许只有几位当事人自己才知晓了 1961年高远和思思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而乐蒂之后也嫁给了另一位男演员 陈厚 但几个人之间的狗血故事 显然没有就此结束 先说到乐蒂这边 转头邵氏以后的她失业也不想巅峰 1963年 凭借朱英台一角掌握金马影后 但失业得意背后是情场失忆 没过多久 渣男丈夫成后就在背后给乐蒂插了一刀 不甘忍气吞声的乐蒂直接上门 对丈夫和小三来了个捉奸在床 但其实这一切早就被乐蒂的哥哥雷震所预料到了 说起来雷震也是来头不小 年轻时是香港国语骗知名小生 年老以后也凭借古惑在里的雷公 花养年华里苏立真老板等角色 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当初对于妹妹的婚事 雷震是相当反对 因为这个成后不但离过婚 有过孩子 而且十分花心 但是被爱情冲昏头脑的乐蒂 显然没有离会 最终后悔莫及 1967年 乐蒂和成后正式离婚 回归了单身 此时的长城营业也经历了大震荡 大公主夏孟远走加拿大 二公主石惠被请去喝茶 虽然三公主孙思思在事业上 没有受到大的牵连 但同样遭遇了严重的情感危机 还差点丧了命 而这跟丈夫高远显然脱不开关系 那时的高远准备脱离长城转头邵氏 正苦于没有门路之际 正好碰到了乐蒂 而此时已经脱离邵氏 和哥哥一起自理萌糊拍电影的乐蒂 也乐意帮高远牵线打桥 两人曾为此一起出去吃了一顿饭 打了三场保龄球 搞出了当年夜光剧本事件 不管两人事实上有没有发生什么 但已经恢复单身的乐蒂 和老情人走得如此近 难免会招人闲话 这一切 当然被高远妻子思思都看在了眼里 1968年2月29日 一条爆炸性新闻传开 陈思思在晚饭时忽然昏倒 最后被送到了医院 据传是因为饭前吃了八粒安眠药 更是在吃饭的时候饮酒 一时间八卦绯闻思细 而乐蒂也成为宙食之地 被打围了破坏别人家庭的小三 但这些报道大多处于捕风捉影 并没有抓到高远出轨乐蒂的石锤 也有说法称 陈思思之所以轻身 还是因为夫妻关系被牵扯进了党派问题 虽然陈思思最后幸运地被救了回来 但乐蒂显然没有这么好运了 1968年12月27日 上午刚见完哥哥雷震的乐蒂回家休息 十七十多 佣人发现午睡的乐蒂一直叫不醒 等到送医院的时候已经回魂乏术 年仅31岁 当时有关乐蒂自杀的绯闻 闹得沸沸扬扬 而老情人高远也被打成了三心二意 间接害死乐蒂的渣男 关于乐蒂的死因 说法有很多 有说为情所困 也有说为财 死后仅剩下五万多元存款 一时想不开财自杀 但哥哥雷震以及王天龄给出的说法是 乐蒂家族有遗传的心脏病 其母亲就是死于心脏病发 而乐蒂也是因为日常服用 协助睡眠的安眠药的副作用 而引起心脏休克 再回到思思这边 被情深事件这么一闹 他跟高远的夫妻关系 显然到了难以弥补的程度 两人于1970年正式离婚 而就在离婚当天天下大雨 两人办好离婚手续 高远却并没有提出 护送陈思思已成 而是将陈思思一个人扔在雨中 以至于陈思思大声斥责高远 是个美丰度的男人 也不知是否是对这个美丰度的男人 进行惩罚 陈思思后来选择再嫁 居然嫁给了高远的叔叔 成了他的沈娘 更有意思的是 陈思思在与高远离婚后 嫁的人是高远的叔叔 身份从高远妻子 变成了高远沈娘 而风流的高远 二婚又找了个 长相酷似乐地的空姐 不免让人瞎想 2007年的时候 陈思思在上海去世 年仅69岁 高远生命中的 两个最重要的女人都离去了 如今高远已经85岁了 昔日偏偏美少年 已经进入冒蝶之年 垂垂老矣 对于过往的一切 璀璨的明星经历也好 飘摇的婚姻生活也罢 都只当是人生中 出演的另一场电影了吧 高远大概从60年代开始 就已经弃影从伤 所以人们很少 再能通过影评 看到她的身影 而喜欢她的影迷 也只能通过她旧时 在电影中的那些影像 来回味她昔日的风采了 而对于各位来说 大家最难忘的是 是高远曾经扮演过的 哪个角色呢 请快到留言区告诉我们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辣妹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我会持续为您带来更多 明星背后的故事哦